真的是睡都睡不好 昨夜又一震 一个是花莲鱼震 一个是美股的大地震 全球股市还没止跌吗 原因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以下的这几点 首先来看到国际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未爆弹 第一个先来看一下川普 川普针对了最近的美股大跌 首次发表言论 他在推特上说 其实今天仍然报道了许多好消息 先前有很多经济数据 其实表现得很不错 美股去下跌 这根本就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 我们有许多的经济利多消息 川普这么一讲 但重点是什么 他讲美股没有止跌 美股昨天开小低盘之后 往上拉高盘中大涨 但是尾盘几度急杀 中场下跌0.08% 而且不仅倒重跌 包括了纳斯达克 S&P非半甚至是大跌了2% 这表示什么 表示川普的喊话 已经没有用了吗 如果没有用 是不是代表市场上 开始真的有多转空 好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第一个国际的干扰因素之外 第二个 要花钱 昨天他们两党的领袖 终于达成协议 终于要做什么呢 达成了将近一笔 3000亿美元的预算协议 好 美国政府终于 免去了关门的危机 不过这个预算案要等 参周两月来批准 这代表什么意思 减税 少收税 先前已经通过了 现在又要增加支出 美国的举债 最近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部分 举债大幅的这个拉高 又欠钱了 又出现赤字了 而且赤字不断的在扩大 美国这个债 这个洞要怎么解 这是第二个国际干扰因素 再来 贸易大战 美国优先 这一直是川普的第一条件 不过呢 现在呢 他们公布出来 去年美国的贸易逆差 居然创下了2008年 金融海啸来 10年来的最高 而且这当中 谁对他最不好 中国 所以呢 前美国的贸易官员 卡特勒就说了 美国很有可能 很快的就会对大陆 来宣布制裁 先前针对了太阳能 好 针对了韩国的洗衣机 会不会又有新一波的制裁动作 引起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 再者我们看到了降息 这个资金好怪哦 大家都在升息 都在一直通膨 为什么巴西降息呢 巴西降息 那当然就是指他要把这个资金 把这个钱从金融体系当中逼出来 你们的钱逼你们拿去投资 逼你们拿去做其他的这个动作 那会不会这股钱会逼到哪里 会逼到原物料吗 会逼到其他的市场当中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巴西 他调降利率一马 来到了6.75% 已经是创下了历史新低 好 不过这个数字还是让很多人很羡慕 台湾现在的利率才1.多%人家降息到历史新低 你存银行还有6.7%的利息哦 好 看完这些国际的干扰因素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资金有没有可能真的 在最近这两天稍微直稳之后又开始溃逃 因为我们看到了昨天在美股的稻穷大战 多空根本就还在力拼高下 昨天的最低点下跌了126点开出 但是盘中其拉最高点曾经大涨了377点 这一来一往美股稻穷昨天高低点震荡高达了503点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多的强短了高档就卖 而高档的呢指数一拉上来就卖 所以这个多空让筹码还没有获得适当沉淀的同时 根本价格就还没有稳住 这是稻穷最近大幅震荡 每天大涨大跌所透露出来的重要含义 再者美股四大指数你说稻穷跌 好它昨天小跌 可是四大指数当中 跟台湾电子股联动最密切的是谁 费城半导体指数 费半昨天一口气 大跌了2.24% 而且我们看到平盘线在这里哦 稻穷昨天还有拉高 一度还大涨了377点 但是费半昨天中场 都维持在平盘之下震荡 而且收在相对最低点 中错了2.24% 还有什么样的状况 油的资金也在溃逃吗 昨天我们看到了 因为公布出来 美国的日产量破了1000万头 所以让西德州原油 昨天跌破了每头62美元的关卡 纽约布兰特跌幅都超过了2% 所以接下来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资金逃串的过程 有没有可能做这样的演变呢 我们来沙盘推演一番 因为景气复苏让通膨上升 通膨就是什么物价 景气好了 大家买东西的这个钱 可以花得多了 所以物价跟着上来 上来的时候呢 市场上要开始收资金了 FED不管是升息 不管是缩表 开始收资金的同时 利率在攀升咯 所以利率攀升 在整个对于经济的 扼杀程度当中来讲也好 大家之前最担心的10年期 公债殖利率会不会出现 曲线倒挂而造成资金溃散 也就是说短天期 比如说一年啦 两年啦三年啦 这种美国的公债 殖利率很多人开始卖 让它的殖利率上升 那这个殖利率 如果穿过长期的公债殖利率 如果出现了下滑 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 也就是倒挂这样的情况的话 很有可能会演变成 全球的金融风暴吗 因为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 就发生了公债殖利率 利率曲线倒挂的情况 不过目前为止看起来 似乎迹象还没有这么明显 只是市场上开始在担心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对于台股来讲 台股的卖压呢 我们又来看一下 现在的多空力道 到底在封关之前 台股还有没有细长 我们分成卖压 买气简单来讲 这个卖压的部分呢 就是供应嘛 对不对 市场上供应的这个筹码 而买气呢 买气当然就是来自于 在买盘的力道咯 承接的力道咯 卖压现在有谁呢 第一个持股的 有获利的 是不是要了结入贷 亏损的呢 有没有可能要停损出厂 最近谁在卖 外资 外资连五卖耶 昨天台股长他也在卖 今天跌下来 一口气卖臭了84亿 好 三大法人今天都站在卖方 既然上档 有这样的供应筹码 那下方 支撑的力道强不强 有没有办法消化卖压 我们要来看一下强短的 强短现在心态是什么 也不是报偿啊 有这样价差就跑啊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买气 还是卖压嘛 再者空手的在等什么 在等价文量缩 你看像公股行库 买超了28亿 现在包括了售险资金 手上物有6000亿元的银带 有一些忠实大户都在 抢反弹的买盘 所以看到了这个买方力道 的确也有很多空手的在等 过完年之后 有除全息的行情啦 那这个股价跌下来 会不会反倒是成些 高股息值利率的部分 所以对于所谓多空 两方的力道 带您一起来关心 那斯达克指数公司 在时代广场的大看板 总是成为不少IPO 新公司的活招牌 但实际上 他们的办公室 在曼哈顿下城区 时代广场新总部的规模 将比从前整整扩大五倍 现今美股震荡 那斯达克指数周三跌幅 还是最大的 这么一跌 让把美股当政机的川普 在监口好几天后 终于打破沉默 实际上近期波动 川普经济学的问题 仅是其中之一 在美国政府可能再度关门前夕 参议院达成两年预算协定 将预算上限提高到 三千亿美元 约九兆台币 虽然能否在众院通过 仍是未知数 但是却刺激债券指利率上升 使投资人 从然先前股市大跌的担忧 投资人对市场回落心有余悸 预期心理也加重股市震荡 而这样的日子 恐怕还会撑上好一段时间 记者林沛宇 蔡培元 综合报导